我们陈文正议员前几天跟市长提出来 目前两大的外送机构 Full Panda跟这个Uber Eat 目前收的权力金很高 那这个权力金很高呢 市长你的回答是 这是一个商业市场的机制 你觉得不方便干涉 本席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目前全世界都担心资本 用资本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架构 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餐饮业它的利润结构 坦白讲大概就是30%左右 那你这30%左右 竟然被人家抽了35% 或者抽了40%的仲介 这方面的费用 只因为他帮你转运 这一个行为呢 已经透过两阶段 第一阶段他们用强大的资本 用赠送所谓的大陆的说法叫包邮 然后呢刚开始的第一阶段 他用自己内涵吸收的方法 来去吸引大家去做所谓的 这个外送的这个点餐服务 所以第一阶段这两大资本公司 已经很成功的把其他的小业者给干掉了 因为第一阶段他们是透过所谓包邮的方式 内涵整个服务费 但是现在呢 因为他们收了过高的权力金啊 这个所谓的转运的权力金 因此呢 造成社会有两种变化 第一种变化就是大家加价了 原来一碗牛肉面100块 现在增加30块 变成130块 这个已经影响物价 影响物价 改变社会的物价结构 这个对金发局来讲 你们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以前吃一碗牛肉面100块 现在吃一碗牛肉面要增加30块 因为这30块被中间人拿走了 那另外第二件事情 如果他没有加价 他势必他的材料 或者各种的服务品质 他就要下降 如果他自我降价 或者是他牺牲了相关的服务品质 对社会的整体来讲 也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目前全世界对于反托拉斯 反垄断 政府都在想办法有所作为 这种事情绝对不是尊重市场机制 一句话去解决的 否则政府不作为要你何用 政府要有作为 有关反垄断的事情 在台湾是公平会 所以李善子局长 有关消保官这些人都在你那边 你要去了解 目前整个状况 对于消费者的影响 我不用问你 对于有关物价的影响 金发局长你不要坐在那里看戏 这个跟你有绝对的关系 绝对不是所谓的尊重市场机制 眼看着这两大的业者透过垄断 来影响整个物价 破坏整个业界的服务品质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许多的餐厅餐饮业者 在现在的防疫期间 没有办法 只得被这两家公司剥削 市政府怎么没有作为呢 如果市政府没有作为 本席会找几位议员 我们来研讨 我们来提案 增定所谓的自治条例 对于这种行为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 怎么可以尊重市场机制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本席诚恳的建议市长 好好的请你的相关主管 研究如何处理 这个影响整个台中市 各大小吃 餐饮业者 通通大家非常关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形成垄断 大家想 为什么最近中国大陆 对于阿里巴巴 对于腾讯 对于滴滴打车 对于美团外送 通通进行所谓的垄断 打击垄断的调查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不希望有人垄断了这个行业 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物价 整个社会的商品服务体系 造成冲击 所以请市政府认真的考虑 谢谢 再来我要提一个题目 最近市长 市政府的满意度非常高 我在这边提醒市长 当年林嘉隆 自称是民调的主师爷 常常请我们的研考会 做了许多的民调 当时他的民调做得很高 也不能讲做得很高 这样子不好意思 他的民调很高 已经到了87% 我当时在议会就提出来 这个民调87% 不能再高了 再高就比北韩的金小胖还厉害 这样子 对于整个社会的观感 恐怕不一定是正面的 我们现在看到市长 这么高的民调 我们应该要虚心检讨 不要感觉有飘飘然的感觉 千万不要飘飘然 觉得好像现在我一切都没问题 本习刚刚之所以讲这么多 我认为市政府需要改善的地方 希望市政府也能够深刻的去了解问题 这里头都隐藏了许多的民怨 那这些民怨 希望市长呢 能够及时的去了解 然后呢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希望将来不要感觉到 我们台中市政府呢 现在好像一切都没有问题 这个民调只能够让市长 你最好当做参考用就好 如果哪一天民调越做越高 你也千万要虚心来接受 或者是来 也不能讲接受 就是希望你能够虚心检讨 到底是不是 这种民调对你是好 还是对你不好 希望市长 你谨慎思考 好市长 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份民调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人家给你这么高的评价 报告议员 你认识我这么久 我是对民调向来不评论的 谢谢 好 谢谢 不评论也好 那不够多拍了 你怎么办